其實你放棄這個薪水 老實說真的沒有像以前 失去這麼多了 大家失敗都會怕失敗 對 打球我覺得失敗是 你投球沒進 大家就全部人來看 對 所以你還敢一直投一投 心理素質要很好 那我覺得不論任何事情 其實都是這樣子 如果不是打球 平常做事情失敗也沒有人在看你 所以 那更不用怕 我覺得台灣的薪資環境是 非常低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創業的機會成本是相對 比較低 就以前 結果就是說我選了這一個 那我另外一邊要放棄的東西有多大 以前可能是當我的薪水比較高的時候 或是相對買了起房子的時候 我要去創業的話 我放棄的這個薪水會讓我覺得有點痛 但其實如果去看一下現在的通貨膨脹也好 房價也好 其實你放棄這個薪水 老實說真的沒有像以前 失去這麼多了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們更應該 多去試一試 接受那個失敗 你也不要說我失敗一次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適合我 我果然只適合 乖乖的工作這樣子